各位同學教授,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報告的論文是 Half Instance Normalization Network for Image Restoration 那這是一篇發表於2021年5月 並刊登在CVPR上的一篇論文 我知道教授是劉中文教授 我是范子茂 那首先這是我的Outline 那等一下會一一做介紹 首先是Introduction 那跟上次一樣就是影像修復任務 最主要就是要讓一個有雜訊的圖片 轉換成一個乾淨 比較沒有雜訊的圖片 那比較經典的任務 包括就是Denoise 或是Deblur 跟Derain 跟Dehaze 那這三張圖的話就是 他們這個模型跑出來的一個結果 就是Denoise 然後Deblur 跟這個DeRain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的這個排行 就是三個任務的排行 首先是這個Denoiding的任務 就是兩個資料庫 目前最好的模型的話 大概就是HIN 就是他們提出的這個網路結構 另外一個資料庫的話 另外一個資料庫的話就是這個 上次報告的 Martistage Progressive for Image Restoration的這個架構 那Deep Learning的話 有四個資料庫裡面的話 一樣也是這個HINET 跟這個MPRNET 上次報告過的 就是他們兩個獨佔第一名的 那Deep Learning的話 一樣可以看到 目前最好的就是這個HINET HINET 對 那這邊的貢獻主要有三點 第一個就是他們把 這個 Instance Normalization 整合到他們的一個 模塊裡面 那叫做HIN Block 那這個是第一個網路模型 就是應用在 影像修復任務的 網路模型架構 就是把Instance Normalization 應用在影像修復任務上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他們的 就基於這個 HIN的Block 然後他們設計出了一個 Martistage的架構出來 然後達到一個目前最好的效果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他們利用上述了 就是Martistage的架構 跟這個Instance Normalization 這兩個技術呢 他們 就是設計出了一個網路叫HINET 然後得到了這個2021年的NTIRE比賽 那這個之前也講過 NTIRE是CPR主辦的一個 電腦視覺的一個比賽 那他們是拿到在Image Deep Learning 去模糊任務上的第一名 那接下來要講的話是Method 那首先要講說 什麼叫做Instance Normalization 還有它的應用是什麼 那Bench Normalization的話 是大家比較常聽過的一個名詞嘛 因為它也是比較早提出來的 那Bench Normalization的意思就是說 在訓練階段中 把每個Bench裡面的值 做歸一化 讓這個 就是一個Bench裡面的數值 傾向於 變成這個高四分布 然後取出這個 Min跟Variance 讓他們歸一化到0到1之間 那Instance Normalization的話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Bench等於1的 Bench Normalization 也就是說一張圖片做正規化 也就是說一張圖片 把一張圖片的資料 歸一化到0到1之間 也就是說取 它的Min跟Variance 那它這樣子做的 好處有什麼呢? 那我們都知道Bench Normalization 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加速訓練 然後更快收斂 然後可以訓練更深的網路 那Instance Normalization 它的用途是什麼呢? 那一定也是 主要的想法就是 一樣也是要訓練 更深的網路 跟加速訓練 但為什麼要用Instance 而不用Bench呢?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一樣是上次 就是MPRNet的GitHub裡面 有人就發問 問原作者說 他提出一個問題 為什麼沒有Normalization layer 就是這個提問的人 他就想要 就是在用 原本的架構是PyTorch去寫的 他想要在TensorFlow 所以要再重刻一個網路出來 那他就有提問到說 就是因為所有的Block裡面 都沒有Normalization的這個層 就不管是Bench Normalization 跟Group Normalization 都沒有在MPRNet裡面 那因為上次講過 它那個整個架構算是非常深的 特別是最後一層 這個ORS Original Resolution 它有三個ORS 然後三個裡面也有八個CAB 就是算是非常深的一個網路 然後他已經大概的把MPR 用TensorFlow寫出來 但是訓練非常不穩定 就是那個Loss常常 變得無限大 或者是 變成NAN 也就是說他在訓練階段中 很常發生這個 那個T度消失跟T度爆炸的問題 那他就問他 為什麼不用Bench Normalization呢 那這個原作者就有回答說 在影像修復任務中 不使用任何的Normalization 是非常常見的 因為你假如用Bench Normalization的話 很容易傷害到 最後的結果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稍微 總結一下Bench Normalization 跟Instance Normalization 那Bench Normalization 在2015年Google 他提出來的 主要目的就是 讓他訓練的更深 然後收斂更快 訓練更快 但是因為Bench Normalization 最主要 他就是 一整個Bench的 進行規模 然後讓 讓他的那些數據 會讓他保持一些一致性 就是都把它規模到0到1 所以這些任務 也就是說 他 這個 整整體的數據 會讓 模型的結果 取決於每一個Bench的整體分布 所以說Bench Normalization 會比較適合應用在 判別類的模型上 像是影像分割 或者是影像的分類 也就是說 這些任務上 都是 他們的模型 產生出來的結果 都是要依靠整體的分布 那Instance Normalization的話 一開始被提出來 大概1718年 提出來 他最主要應用 就是在風格轉換上 所以說他們 總結來說 就是 Instance Normalization 比較適合應用在 深層類的模型上 那像是 風格轉換 或是一些Gain 深層類的模型上 因為深層類的模型的話 你假如用整個Bench 做皈依化的話 因為深層類模型 比較是依賴 單一一張圖像的結果 就是他的輸出結果 是依靠單張的分布 而不是依靠整體的分布 所以你用整體分布 反而會讓他的效果不好 所以說 在風格轉換上 利用這個Instance Formalization的話 就可以加速他收斂 而且還可以保持每一張圖片 就是不會 就是讓他們每一張圖片 之間是獨立的 就是他們都是個別的Instance 個別的分布 就不會再用Bench整個 整體的分布 所以說 這篇論文的話 他們就是利用了 因為 影像的還原的話 也類似於影像風格轉換 也就是說我從 沒有雜訊的風格 有雜訊的風格 轉換成沒有雜訊的風格 所以他們也類似這種風格轉換類 所以其實應用在 Instance Formalization的話 效果是會比較好 那剛剛他那個作者提出不用 Normalization是常態 他說的也沒有錯 因為 之前大部分都是用Bench Normalization 只是最近的話 可能有人提出的這個 Instance Formalization會比較適合 也間接的證明就是 深層類的模型 適用於Instance Formalization 那判別類的模型 就應用 比較適合用在 Bench Normalization上 所以可以看一下他們 整個模型的架構 也就是說 這是 他們 就是一張圖 會經過一個 這個是一整個 Unit 然後跟上次一樣 會得到一個 Supervisor Tension Module 也就是說他這個會跟 最後 得一個 這個光速做一個 對比 然後把一些光速訊號送給 下一層 做 就是下一層之後 他會有更好的結果 可是這樣 一樣是End to End 不用個別訓練 然後他的Block 一樣也可以看到也就是 先經過一個Convolution 然後一半的Channel 是做Instance Normalization 另外一半的話就是不動 然後兩個再做 Concade 還原成原本的大小 然後再經過LeakyReLoop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一個1x1的Convolution 就是他們整體的架構 那他們這邊有應用到上一篇 那個MPRNet裡面的一些技術 就是CSFF 就是Cross Stage Feature Fusion 也就是這個中間的這個 Stage跟Stage之間的一個交互 就是交界處他們有用就是把 上一層的特徵傳給下一層特徵使用 那上次也講過就是他最主要想法就是 增加下一層的特徵豐富度 那還有就是傳遞一個 光束訊號 因為CSFF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Encoder 跟一個他生出來的Decoder 做一個Convolution之後做Aggregation 然後把這裡產生的Fature Map傳給下一層 那我上次有講過就是Encoder 得到的圖片其實是 還沒有經過Denoid的雜訊圖片 那Decoder這邊就是可以生成一個 跟輸入的雜訊抵消的雜訊 就是這兩個相加之後 會得到一個乾淨的圖片 那在Fature Map的話 他們就是會得到一個類似一個 光束的訊號給下一層 那他們應用另外一個的話就是SAM 就是這個這個部分 那就因為他是用Attention 所以他會讓一些沒有用的 比較沒有用的資訊留在這一層 比較有用的資訊會留在下一層 那第二個的話就一樣是提供一個光束訊號 對 那這邊的話就有一個上次也是講過 就是紅色框框是Residual的部分 那右半邊的話就是Attention部分 一樣是會產生一個光束訊號給下一層 那再來就要講他們這個block 他們設計的block 那我這邊有附一個程式嘛 也就是說他們的 跟上次那個比較不一樣的話就是 上次他的每個block都主要是Channel Attention Block CAB 就是說不管是上採樣或是下採樣 之間的這個block 他們都是用一樣 那他這邊的話就是 上採樣 下採樣的block的話它是用一種 上採樣的話是用另外一種 那就是這邊就是Instance Normalization 也就是說 他就先經過一個Convolution 3x3 就是這邊 3x3 然後他會再把經過3x3之後 他會把它分成就是Channel除以2 這個意思就是 Chunk就是分塊的意思 他就會把 Convolution完的這個output分成兩塊 一塊叫out1 然後一個叫out2這樣 然後就可以看到out1的話就是 會經過Normalization Instance Normalization 用完Normalization之後 兩個再Concate在一起 Dimension 1 就是Channel的意思 因為是NCHW 就是N是Bench 然後C是Channel 然後H是Hight 然後W是Weight 就是Tensor 假如是4 4次的 的這個Tensor的話 就是會照這個方式排列 所以它是Dimension 1的話 那就是第二個 也就是Channel 做Concate Concate之後會經過一個 Leap Key Relu 然後再經過一個 3x3的Convolution 然後再經過另外一個 Ricky Relu 這個 Ricky Relu 這就是一個結果 那假如是上採用的話 它就是把 中間這一塊 Chunk的部分 把它去掉 那這就是他們提出的這個 HIN Block 那再來是他們的Loss Function 那他們這邊提出的是 比較 我算是第一次看過 就是這個PSNR Loss 也就是說他們 這個 Ri加 Xi 因為 Ri的話就是有兩個 上層 Stage 1 跟Stage 2 各做一次Loss 也就是說 產生出來的結果 跟光處做比較 那去PSNR PSNR的意思 也就是說 兩張圖角越像 他們的值就會越大 所以他們這個 這個樣子的結果就是 這個Denoid的結果 也就是說 比較乾淨的圖片 跟這個 真正的光處做比較 假如他們兩個很像的話 他們的值會非常大 可是Loss是要越來越小 所以他們前面加一個負號 所以負很大 所以 假如 兩張圖越像的話 它這個就會越 Loss整個整體會越來越小 就是負的會越大 這是他們提出的PSNR Loss 那所以跟上次的這個MPRNet 做一個比較 MPRNet是2021年3月提出的 HINET是2021年5月提出的 那MPRNet主要是有三個Stage HINET是有兩個Stage 他們一樣都是利用UNET為基體架構 然後MPRNet的話 他們UNET 總共是做 就是 會有三層 也就是說做兩次的下採量 那HINET的話是做 總共有五層 然後 也就是說做四次的下採量 那Block的話 MPRNet是CAB 就是Channel Attention Block 那這個HINET的話 就是用他們提出的HIN Block 然後他們一樣的 他們有利用到SAM跟CSF的架構 只是 MPRNet的話 他們 是利用1乘1的Convolution 那HINET 他們把它替換成3乘3的Convolution 那CF的CrossStage Feature Fusion的話 他們一樣是1乘1的Convolution 那HINET 他們也把它改成3乘3的Convolution 那HINET 上採量的部分就是MPRNet 他們利用了這個Bilinear UpSample 那HINET的話 他們是用Convolution的架構 Transpose Convolution 那激發函數的話 MPRNet是用這個Parameter ReLud 那HINET的話是Leaky ReLud 那Loss的話 MPR是Traponia Loss 跟這個HINET是用PSNR Loss 那接下來要進入的話就是實驗部分 那首先是Ablation Study 那就可以看到 因為他們HINET是有5層嘛 5個下採樣 他們就是看每一層 就是每一個層數 假如有加HINET架構的話 效果會比較好 結果到最後的話會發現是全加是最好 那為什麼他們Decoder的地方不用 就是他們是把那個Instant的地方去掉 因為他們也做了這個有Instant的這個結果 就是發現Decoder假如也用HINET那個Block的話 效果反而會比較不好 那他們也沒多進行討論 反正就是他們最終決定就是 就是encoder的Block他們 5個Layer都有做HINET 就是有Instance Normalization 那Decoder上採樣的部分的話 就都沒有用HINBlock 那這邊也就是這個效果 就是你什麼都不用的話 效果是這個28.11 那只要用它最後的結果 最好是可以到28.23這樣 就是可以看到他們有用 因爲Instance Normalization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他們效果 加速收斂 效果也都比較好 就可以看到就是有用 沒用 結果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他們Decoder的這個效果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比之前這個MPR內的 再更好一點 就是因爲他們兩個都是用這個Multi Stage的方法 那就可以看到他們這個 在5個資料庫裡面 HINET都是最好的 那只是他們Decoder的一些效果 就可以看到 這個效果都還不錯 那這邊很可惜的話 我覺得有可能是他們怕 跟那個MPR內的做 重疊啊 所以他這邊都沒有計算出那個 單張圖片的PSNR給我們做比較 他就只有最後整個資料庫 的平均 就是都沒有單張圖片的那個示例 那 Imagic Deep Learning的話 那這邊是GoPro Dataset 就可以看到他們效果一樣是 比MPR內的來得好 那 右邊的話就是他們參加2021年的 NTIRE的這個CPR主辦的一個 比賽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分數 算是蠻高的 也跟第二名 差距算蠻大的 他們就是拿到這個比賽的第一名 那這是他們的效果 Deburning的效果 就可以看到喔 效果都還不錯 那Denoising的話 他們就是用在SIDDNet上 那左半邊的話就是 上禮拜報告的論文 MPRNet 他那篇論文的提出來了 那他這個也就是在做一些 比較啊 那這個0.5的話也就是說 進入UNET 前的Channel個數 那他們是 最終這個是64 那原本整體的話 不管用在Deburning Deburning上 都固定是128個Channel 那只是他們用 他們覺得可以再用更少一點 讓他的模型參數更小 然後結果效果也都還不錯 就他們只用64個Channel 就效果都還不錯 那Deburning的結果也可以看到 就是蠻好的 可是就很可惜 就是都沒有單張圖片的比較啊 就是PSNR的效果 所以這邊再跟 MRNet 就是上禮拜報告的做一下比較 那這邊的話 我這邊有額外加一個 就是剛才說的這個Input 就是進入UNET 的這個Feature Channel個數 MPRNet的話 上次有講過 他們其實三個任務 然後 Deburning 然後Deburning 跟Denoising 他們三個的Channel個數 是不一樣的 在Denoising上的話 MPRNet 輸入UNET 前的這個Channel個數 是80個 然後 假如是 Deburning的話 是96個 然後 Draining的話 是40個 那這個HINet的話 他們只分兩種 就是 128個Channel 跟64個Channel 所以就是0.5 那64個Channel 好像只在 Denoising的話 效果會比 這個MPRNet 比較好 那其他的話 都是128個Channel個數的話 效果會 稍微比較好一點 然後他們還跟 因為MPRNet 是三個 Stage 結構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他們還有跟他們 做一些速度的比較啊 然後 這MAC就是 Multiple Edition 這個個數 就是 乘跟加的運算數量 因為乘跟加的主要就是 Covolution的結果 所以就可以看到他們 原本MPR的這個 乘加數很大 然後他們只用原本的這個 7.5% 然後效果才比他們好 就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而且速度也都比較快這樣 就是他們 以MPRNet為基礎 然後跟他們做比較 就可以稍微比較 就是時間啊 或者是 成家 的數量都比那個 MPRNet來的好 少 而且效果也都 不會差太多 最後的話是 Conclusion 那 Conclusion的話 就是這篇論文 它利用了 Normalization 解決了MPR 上一篇論文 很常遇到 這個 T2消失跟T2爆炸的問題 而且 是成功的應用在 影像修復的任務上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他們提出了這個 Multi-Stage的Network 那第三個的話 就是他們達到了一個 State of the Art 在各種的影像修復任務上 那最後一個的話 就是他們 是2021年 NTIRE Deep Learning Challenge 的第一名 那我的論文 欸我的報告 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